有真是香港第二把交椅的人出來講話 但現在是林鄭的時代 就似乎香港整個香港 只是林鄭一人作主 三歲分流又是她 連中環灣仔妖道開通都要是她 然後現在長者縱換更加不用說了 她是涉嫌駕空復利局的局局局長 然後派了4000元 你說她完全無份 連我們的財政司司長 現在都是寫網誌 不得閒出來 香港是只有一個人 話事就是林鄭月娥 你說她現在說自己謙卑 是不是呢 大家要各自判斷 但我相信難度會很高 因為她事前已經有一個姿態 我是特首 我喜歡見誰就誰 我是見到建制派 沒有見民主派 那民主派是否有少少妒忌呢 那這些說話 怎知是失禮 完全是為我獨尊的一套心態的人 才會說得出來的 以後會不會說真的謙卑在瑞士學回來 你說是否簡直是搞笑的呢 這樣說就 但是你當她真的學了這套東西回來 可不可以做到呢 我相信是知而行難的 因為性格控制命運 你看到她是 自覺是一個很強勢的領導人 然後自覺有一個很強的性格的人 她認為自己是可以 不要說一手遮天 是可以管治香港 英文那字 single handedly 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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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吧